现在呢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关于养胎的知识 备孕顺利的备孕完成之后呢 怀上孕了 大家都很高兴 那么这个才是万里长征走的第一步啊 我们来看看怎么来养胎 中国人关于养胎有什么很好的建议跟方法 这个就可多了 我们今天呢做一个精选 跟大家分享几点 第一点呢 在古代的时候啊 就是孕妇呢 不要睡在炕上 就是说不要睡在一个很热的地方 那么现在呢 我们已经没有炕了 那现在呢就是说 我们不要睡在一个 晚上睡觉呢 冬天可能有人喜欢开电热毯 不要睡在电热毯上 睡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 第二点呢 孕妇呢不要喝酒 这个酒精呢 对胎儿呢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因为他的酒进到身体以后啊 气血就开始乱了 本来正常供应给胎儿的这个营养物质呢 可能就不按照正常的规律在运行了 所以第二点呢就是说不要喝酒 第三点呢 像煎啊炸啊烤啊 这些油炸的食品 烧烤类的食品 少吃 少吃 它会影响整个母亲自己身体内的营养平衡 第四点呢 一些刺激性的东西也尽量不要吃 比如葱啊蒜啊 韭菜啊 胡椒啊 这些呢 比较刺激 也不要吃 第五点呢 不要贪凉 夏天有时候很凉快 我们就在外面吹风啊 或者露天睡觉啊 然后平时呢 洗了澡以后呢 也不要被风吹到 这个日常的起居呢 不要吹很大的风 因为风这个东西啊 中医对它很 这个研究的很透很深 它是没有形状 但是无孔不入的 所以一个孕妇呢 如果让风受到风寒之后呢 它有可能直接钻入到身体 去影响你的胎儿 就妈妈也病 孩子也病 这个就非常的不划算了 那么第六点呢 有一些味道很重的食物 比如说辣的 非常油腻的 少吃一点 少吃一点 在吃口上保持清淡一点 第七点呢 少吃水果 还有一些野生动物 狐狸啊 兔子啊 这个鸽子啊 麻雀啊 这些在中国人古代看来 比较奇怪的东西 我们不要去吃它 还有一点就是说 特别强调的 海鲜不要吃 因为海鲜呢 里面有很多氏的成分 我有朋友他们在海边生长 怀孕的时候吃海鲜嘛 这跟平时一样很正常 结果小孩生出来脸上就长湿疹 一张烂脸 这个呢就很痛苦 抱着它到处求医问药 很难治 很难治 那问他为什么 他说 我怀孕的时候没有忌口 吃了海鲜 所以海鲜这个东西呢 我们还是建议的 忍一忍 在怀孕的时候不要吃 避免将来的孩子 要给他留一张 漂漂亮亮的脸 那么 第八点呢 不要久坐 久卧 久站 久行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要老是去老是坐着 或者一直不停的走路 走得很辛苦 或者老是躺着 也不起床 这样让气血慢慢的活动起来 能带动整个营养物质的循环 也能让胎儿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生长环境 那第九点呢 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作为一个妈妈 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 未来他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良好的身体 你心情一定要保持平和 如果你有不良的情绪 你是会传给自己的孩子 所以作为爸爸来讲 也要安抚好自己的爱人 不要让他生气 不要让他 这个 难过 否则呢 就会影响自己的孩子 到最后 很有可能就是 妈妈是什么 当时有什么样的情绪 最后这个孩子出来的性格 就有几分相似 那么关于这个养胎方面呢 现代医学也有很多很多 很好的方法 比如说胎教啦 这个音乐啦 给他听一些非常好的音乐啦 给他读读书啦 我相信大家这方面有很多更好的知识跟建议 那么关于中医对健康方面的健康养胎方面的这个知识呢 我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